你也知道啊 王伟 你不能既要外面的风花雪月 而又要家里气贤子孝 当初你出轨的时候 你就应该预判到了 有今天的 你也别想着用兜兜来情感绑架我 没有用 你要心里面有我有兜兜 咱俩不至于这样 千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真的非常对不起 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 让我弥补一下 弥补 怎么弥补 一道歉就有机会 那我也给你道歉 你能不能把离婚式分走的财产还给我呀 探师再来吧 剑秋 现在可能 有一件比较棘手的事 可能得先处理好 又怎么了 我 我跟娜娜这个分手之前 反正说过一些事情 她现在她老堵我 我其实躲了好几天了 对对对对 我不想听你们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说重点 她现在在要挟我 要挟你 关我什么事啊 要挟我这等于要挟你嘛 你什么意思啊 我 我跟她说过一些你们行业里的一些 一些事 闲聊的时候 你说什么了 就 就是一些特别狗血的事 没 没什么太重要的 设计到具体的公司和人了吗 说话呀 要 要 要 王伟 你是不是有病了 这种事能胡说吗 你们是不是没得了了 非要聊这些个 你干什么呀 你疯了 你别生气啊 别生气 我 我觉得以许娜娜这样的性格 她也做不出什么太出格的事 我只是觉得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而已 那 那 那你放心不会有这么大事 那 那 那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那 那 那我先走了 哎呀 喂 沐佳 许娜娜 她在哪儿啊 我把她拦在咱们楼下咖啡厅了 你现在能过来一下吗 我能 你把她拉住啊 我现在换个衣服我就过去了 通常来说 沟通比爆料更有效 我觉得 舍得一身寡罪有效 我要搞死吴建秋 那你说说看吧 打算怎么搞死我呀 自然有一百种方法 一百种这么多啊 太配心了 说说看吧 好啊 你老板冯瑞诚跟女明星王妖卿有过绯闻 被狗仔拍到是你斡旋勾兑的 金地网的创始人林静 在国外非法持枪 从保释到上法庭 全都是你暗中操办的 我说的没有错吧 是吗 你都看见了 深挖下去 自然会有证据 你连我老公都挖不走 还想挖大佬的隐私 妹妹 太可爱了 胡建秋 你一个靠撞奔驰车上位的女人 你在我这儿装什么啊 怪不得之前王薇说你真不简单 前脚找了她后脚就把出来的男友踹掉 行了 行了 节省时间 说重点 说诉求 你爽快 我也爽快 诉求 你让王薇给我滚回来 当面跟我道歉 否则 别怪我鱼死网破 大家谁也别好过 还有吗 就这诉求 我 是这样啊 妹妹 我们呢 结婚挺多年的 有挺多问题需要解决 比如孩子问题啊 财产问题啊 对吧 你放心 这些东西我们都会解决的 但是 作为女人啊 其实有句话我挺想问你 男人的话你也信啊 三哄两哄的就觉得自己是情种 天仙配了 准备鱼死网破 那就破呗 看来你也要做出选择了 看来你也要做出选择了 你给我等着 喂 冯率 怎么回事啊 对不起啊 冯率 那个 我觉得许娜娜肯定会来律所闹的 所以我想先跟您通个气 吴建秋 你还有没有点职业操守啊 啊 这种狗屁道道的事情 怎么可能露出去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有用吗 金达给你开这么高的年薪 你就是这么服务金达的吗 冯率 你放心 这个事情我一定会处理好的 喂 帮我查个人 许娜娜 对 对 王娜 怎么了 许娜娜是疯了吧 黑料谁不回查啊 啊 她 许娜娜 毕业证是假的 英国留学史是假的 抛去卖那些狗屁东西都是假的 你告诉她啊 别惹我 惹了我 鱼不一定死 但网一定破 我弄死她 别别别别别 冤冤相报 何时了啊 你太把自己当盘菜了 为了你冤冤相报啊 你们俩过不下去了 就别过了 别把我拆过进来 行吗 太刚了 有什么话咱不能好好说吗 好好说 为了你忍气吞声啊 不是忍气吞声 咱 咱们解决问题 要有方式方法 对不对 你这针尖对脉盲的 两败俱伤 鱼刺网破 对你有好处吗 你还要不要在北京混 以后你还要不要接案子 对不对 你提醒我 我可以不在北京混 也可以不接案子 老娘混到今天 就是为了不受这份气 江秋 滚 来